越港合作框架的協議中,首次提到共同建設跨境自然保護區和生態走廊。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接受本台專訪時說,這樣可以加強越港溝通,發展綠色珠三角。 環保團體認為要同時解決水污染和修復生態區,才能達到真正的保育效果。 竹子欣報導。 本港和深圳接壤的邊境,東面比較多山,好像白仙嶺、紅花嶺、西面較平坦的地方就有濕地。 和深圳福田的保育區接近,港溝兩地難得擁有共同的豐富天然資源, 越港兩地將會共同建設跨境自然保育區和長達400公里的生態走廊,打造一個綠色珠三角。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接受本台專訪時說, 怎樣落實這個龐大建設,是越港兩地未來的討論重點之一。 雀鳥可以飛過來,或者海裏面我們見到我們有白海豚,或者其他海上物物種,我們很容易通道。 在陸上,我們跟深圳和港省是相連的。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保育區,去互相將這些不同的綠色地帶連接上來,成為一條生態的走廊呢? 現時本港有四分三的土地都是屬於郊區。 除了政府正在規劃的跨界別保育區之外,其餘大部分都集中在新界的東北部。 因為這些地區比較少發展,所以生態也可以好好保存。 隨著保育意識提高,近年本港的候鳥、蝴蝶、青蹄等種類都增加了。 又騰華說,建立生態走廊和跨境保育區,對越港生態旅遊有好處。 很多時候香港人會走到省內去旅遊。 很多時候,譬如越北的一些森林地區,其實都是香港人很渴望可以去到的地方。 如果能夠兩地一起去保育,甚至是擴大利用,鼓勵這一類的生態旅遊, 其實除了對於生活條件好之外,其實對於旅遊、對於兩地的溝通都是一個幫助。 粵港銳意打造綠色豬三角,但有什麼困難呢? 米布有候鳥天堂之稱,是本港其中一個保育區。 未來可能是跨境保育區的一部分。 負責管理的團體說,主要挑戰來自環境問題, 後海灣的污染是其中之一。 後海灣這個濕地來講,其實它面對不少環境的挑戰。 例如是一些污染的問題。 團體又認為,政府必須提出具體措施,他們才可以提供協助。 這個保育區可以保護到什麼物種。 就發現物種方面,可能是特別需要有一個管理的方案。 變成兩地方面就可以加強溝通和合作。 他又認為,兩地政府也要留意一些跨境建設, 會不會對保育工作造成破壞。 例如是港珠澳大橋工程。 工程完成之後,必須要盡快還原生態環境。 亞洲電視記者,竹子欣不得。 現在本港的邊境有不少特別的植物和動物。 有些大家可能連名字都未聽過。 將來建立到跨境的保育區之後, 和生態走廊。 這類動植物的品種可能會越來越多。 再由竹子欣講一下。 這隻小鳥為何這麼喜歡牠在牛背上呢? 因為牠主要靠吃牛皮上的寄生物來維生。 牠叫什麼名字? 雀如其名,叫做牛背露。 還有這棵養殘的桑樹也不常見。 樹上的桑果也很有藥用價值。 還有這些大型的紅樹林,生態價值很高。 在本港邊境附近就有44個。 紅樹林對生態都會有一定的幫助。 魚仔最喜歡就是躲在紅樹根部的位置。 因為那個位置可以避免大浪, 還有不用怕被大魚吃。 由紅樹林向外面望, 有建築物的地方就是深圳鹽田港一帶。 本港特區政府正與內地商討, 一起建立連接兩地的生態走廊。 到時本港邊境就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動植物, 並且不會限於綠地。 由一些生態的區域, 去到另一些生態區域, 可以有一些基因上的交流。 它可以有綠地, 也可以有淺灘、海洋、河流, 都可以的。 建立生態走廊之後, 亦都可能吸引一些另類的新移民。 有些香港在十多年前沒有發現的蝙蝠, 在這幾年就不斷地發現。 有些學者都認為, 都是通過一些在內地發展了的地區, 他們生存不到, 他們是遷徒過來香港的。 有自然保育團體建議, 將來生態走廊和跨境保育區建成之後, 應該好像米埔一樣局部開放, 以及設有道想源帶領。 讓市民對大自然有更多認識之餘, 亦都較為能夠維持生態原貌。 亞洲電視記者, 朱智英報道。 請問一下, 請問一下,